几次以臨文教育委员而已 一年来推动融合教育优先 二十十月分 跟国际特奥 东亚区总裁 减总经理的冯美孙 签设引领融合与爱同行的医生之后 十六月一合 再度跟国际特奥会总裁来跟几次参加论丹 该市长命会亲自制限 并亲自退会该市推动特奥融合计划进行 市长命会表示 中华台北特奥会在理事中理事中的传染之下 这几年不以预力地推动各行特奥的运动赛事 透过参峰论丹交流 经验分享 让该市的特奥有丰富的收协 未来亦中应做优先合适环境 让兴奥在全晚爱的环境支柱快乐成长 也谢谢我们东亚区冯美生冯主太 他的一个安排 还有我们可以说是中华台北特奥 理系经理理事长 他整个团队的用心 把我们这几年整个在台湾 我们做的推特奥的运动 真的是非常地落实 然后分享 他来给我们指导 也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那更重要的 我觉得特奥的精神还是在于 勇敢尝试 争取胜利 这样的精神带给大家 社会会更和谐 更快乐 让我们看到很多特奥的选手们 这些孩子们 他们用他无比的纯真 而且真实的很重要的能量 不断的发挥 我们觉得这些孩子 虽然他跟大家不一样 但是事实上他又跟大家一样 每一个孩子彼此 我想我们特奥运动员里面 还有我们融合伙伴 在这里彼此的学习 生命影响生命 那今天又来安排了我们的论坛 我觉得用实际的论坛 让我们往下面 下一个阶段要走的时候 更清楚 中华台北特奥会理事长理事丁标时 透过联合教育 保佣核心的动力心和保障心 不管是对人心中爱的核心 特奥融合学校计划 今年十一月 其父竟到中华台北特奥会 签设合作意向书 先想到面前去彩虹 不得 过去楼山丘 是一个这样转弯 90度转弯 那我们在楼山群子 然后成为一个 可以说205公尺的 新的雷山群 把牛丑溪 这个溪水能够更顺畅的快 接下来我们民众在受淹水 或者每一次台风一来淹水之外 希望大家走过这里 它还有很好的观景台 你可以慢慢的走 慢慢的散步 看到美丽的我们的河岸